看看新闻网 海烟现场朗诵 能否让她重燃生命的希望 白阿姨痛心疾首 记起收看 因为我的病 继父就要与母亲离婚上级 今天的当事人是一个31岁的上海男孩 他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了电视台 继父要把我赶出家门 他因为我得了一个病 他就嫌弃我 他就歧视我 他跟我母亲要离婚 因为我生了这个病 连累了我母亲 究竟他得了一种怎样的怪病 要遭到继父的嫌弃和歧视 甚至闹到继部向母亲提出离婚的地步呢 家长的掌握用头都来找老娘舅 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每晚六点半 为您播出的新老娘舅节目 我是海燕 本节目是由上海市司法局和新娱乐频道 共同为您主办 如果遇到什么冬村或者麻烦的事情 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日线电话 我们的调解完全免费 而且签署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今天来为我们调解的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 上海市人大代表百万青百阿姨 阿姨好 同时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 还有静安区司法局百万青老娘舅工作室 调解主任张建国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当事人小宋 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想要为我母亲讨一个公道的说法 我母亲在这个家庭26年了 然后我几乎现在要跟我母亲闹离婚 还打那个稀惨的官司 自从我生了这生了病之后 一场大病之后 她开始对我很 我肌肤对我很不满 然后我母亲为了袒护我 然后跟我肌肤经常有口角 然后 怪不得是你跳出来说 因为你觉得你是中间的一个 一个问题 一个大问题 因为是你生病之后 肌肤开始对母亲的态度有转变了是吗 对对对 那我们就觉得 我们得了解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你生什么病 让肌肤会对母亲产生不好的 这样的一些态度 我得了 在一般人眼里看起来 都不是一种很好的病 医学名词叫免疫缺陷综合症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你现在应该是HIV的接待者是吗 是的 好 怎么会生这个病的 这个我现在想起来 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就是可能自己无知 还有那个糊涂 然后比较那个冲动吧 年轻人没有管住自己的 然后去了一些不该去的地方 肖宋得的病让我们颇为震惊 中学毕业之后 他一直都有稳定的工作 父母也在给他介绍对象 希望他早日成婚 可是没想到 两年多以前 他突然查出得了这种病 异常灾难顿时降临到了这个家中 为什么当时没有说考虑 交个女朋友成家 而会让自己去那种地方呢 有好心人介绍 找了一个四川的一个女孩子 当时相处的时候 感觉就是女孩子就特别的内向 不爱说话 然后人有一点胖 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 心态也没有成熟 觉得自己喜欢那种比较开朗活泼的女孩 我是在外面交了一些不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们就是比较热衷于就是在外面寻找刺激啊 什么放松啊 然后刚开始我也比较胆怯 后来觉得好像是能够打发自己的那个无聊的时间 就感觉就去尝试了 没有想到过保护自己 没有 我在我脑海当中以为是离我很远的这种病 你觉得自己中奖率不会那么准 我根本都没想到那个病 此时小松的母亲正在床下 她边看边流泪 母亲的痛苦又能向谁去诉说呢 本来身体比较弱 慢慢的就是没感觉浑身没力 然后有的时候发烧 胃口也不好 然后我自己就是拖了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我到那个我们当地的县里面的 医院里面去看 开始的时候是兰慧眼神盲肠眼之类 住了大概有二十来天 给我验血 然后那个血里面白细胞就是比较低 还有就是拍的CT 说我就是腹部有可能可疑性的那个肿瘤 确诊HIV的时候 在那个人际医院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你懂这个HIV是什么吗 当时 听听说过就是免疫系统出现的问题 就是障碍 但是我就对这个病不熟悉 我就觉得我的接下去的日子不多了 我就又怕 但是又留恋这个世界 我想到了很多很多 我想到了我母亲 我想到了我很多亲戚 对我好的亲戚 没有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 或者说就在那个前不久那半年出去荒淫无度 我们可以用这个词说 其实我相信你心里也骂过自己无数回对吗 小宋 然后没想到这一笔单买的 是要拿生命去买 对 而且这个单买的还那么 沉重 沉重 妈妈什么时候知道的 妈妈在陪我 在人际医院陪我的时候 医生告诉她的 医生告诉她的时候 医生跟我妈妈说 先不要告诉我 妈妈比你先知道 对的 妈妈一直瞒着我 后来她就过了几天 她就忍不住就问我 她说你有没有去过不该去的地方 然后我当时我也没有领悟到这个意思 需要转院的时候 医生叫我和我妈妈一起进办公室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出来的 当时我就在那里大哭了一场 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彻底完了 我脑子一片空白 我什么都没想 我就觉得我马上快离开这个世界了 什么东西都不重要 都没有意义 如果你还有一次机会 如果我们没有生这个病 我绝对会警惕自己 把自己好好地管教起来 控制自己 其实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你 你愿意在节目上说这一段话 其实我想对于那些 对自控能力特别差的 觉得五光十色 或者有些时候 自己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这些人来说 是敲了一击警钟 我觉得你是拿自己的一个 实际的精力 在跟他们上课 而且这一刻上的太沉重了 小宋六岁时父母离婚 母亲很快就再婚 小宋是判给父亲抚养 但是小宋的父亲常年在外地 所以他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直到小宋十三岁 通过法院变通了抚养权 才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两年多前小宋得病 之后他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 家庭遭受重创之后 又发生了这种变故呢 阳光男孩突然染上一种难以治愈的神秘的病 叫我妈妈不要再救我了 不要在我身上花钱 他叫我妈妈不要放弃 他说九黑之孙者 不要在这个家里 我也是我的 天岛实地探访 神秘人物与突经人 他说我还想再多活几年 如果跟他们在一起的话 他随时会没命的 我们一起走吧 绿剑金庄口香糖 特有不和缓示威力 持久清新 啊 走这么久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雨还会下 绿剑金庄 持久清新 啊 飞了好久啊 飞了一整天 怎么还这么清新 全靠金房新精华 只需小小一概 乐享清新一整天 全新金房精华系列 宝宝的小举动 蕴藏大天赋 祈福 创新清合人体配方 促进关键营养元素的吸收和利用 祝宝宝天赋尽献 FB比赛 酷热 出游 产生头线 我需要新阳男士 强有力保护头皮 持久巨蟹 严酷广境下 青阳 持久巨蟹 冠军表现 我们向运行去 友情就牵手 季小姐今年22岁 身高1米66 水平做女孩 女嘉宾大秀S型身材 引男嘉宾纷纷转身 您看看这身材 哦呦 领啊 领啊 起到女嘉宾心中已有众议人选 是的 有没有在五位当中出现 有 哦呦 是她 是她 还是她 请关注本周相约星期六 我们人的 专家座堂 为您剖析您的肾 是我们千天得来的 千天不足 会表现不孕或者不孕 处处有吧 憋尿 我肯定有啊 如若婴就是因为憋尿 憋到最后 请关注4月11日晚20点 36度期 我爱跑步 哎呦 气啊 我们每次新门 加油 我会一直跑下去 我们在上海 爱在上海 酷书宝粉色棉柔 创新的柔柔棉杆表层 一秒瞬息 棉柔也能挑战零反胜 这么洁净的棉柔 是啦 会爱上哦 酷书宝粉色棉柔新装升级 健康 全新染烫修护 含维他命炎精亮配方 头发银亮光彩 光环回来了 赶快担心损伤 全新染烫修护 损伤修护领导品牌 潘婷 保洁 一天一天 不得了 老娘就这么来 对吧 不得了 经过来 他大概 鬼总干 有个勇气 所以我臭啊 因为一日干 我小心得了个病 一要把日干进来 来教育啊他打开 我来想 公务部门 应当要一个鬼里啊 弄想要去 一个人得了这个毛病 可以赶紧回来一个家 回来日干 回来日干的行动啊 我一天我笑得 弄得了个毛病以后 是不是他进去 其他入行 也有过这个 也有过这种新生啊 哎 弄家有了新生啊 我觉得 连环反应 阿拉也 他大概扑着一下 事实 并不是阿拉乡 想要当中的 他扑 对吧 一个个毛病 是通过 新生啊 是学 他是母婴 水流啊 对吧 这是 某个一种 某个一种 某个条件 某个的水流 大家要去 好像 得到个毛病 就害死了 此时 观众老娘就 也要发表意见 小宋啊 年轻的时候啊 犯下了不该犯的错误 那得了不该得的病 那么 在导致到现在的 这个一个状态 那么一定要明白自己 错在哪里 不要把任何的问题 去怪在别人身上 我当时你住院的时候 也花了很多钱 是的 将近六万块钱 我妈妈在医院照顾我的时候 为了我 呃 经常睡地铺 经常 吃 呃 医院的 一些饭菜 她也吃得不习惯 她为我 跑东跑西 我在医院 病很重的时候 我甚至不能自己走路上厕所 她都 在我身边服侍着我 嗯 她从来都没有离开我 没有嫌弃我 我那个时候 后来慢慢好转的时候 胃口很好 她为了我 给我买东西 大雪天 跑出去的时候 就是 因为地上比较滑 她就固责了 当时好多 这件事好多 医院里好多人都知道 病友啊 然后医生啊 都知道 然后 觉得很同 同情我们母子两个 因为我 我亲生父亲 也把我从小 不闻不闻 我肌腹也不疼爱我 只有我妈在我最危险的时候 不舍得放弃我 乔宋在查出病因的时候 已经到了相当危急的地步 她在医院里曾经昏迷过两次 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 和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 她在住院三个多月后 终于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可以回到家中休养 不过家里其他人 又是如何看待她的呢 基夫对你怎么样 她对我 带一点歧视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她觉得 我得这个病就是一个 生活不检点 作风就是很差的人 才得这个病 当时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 我母亲一直陪在我身边 但是她就是 只来过医院一次 来了一下就走了 我母亲叫她到我们那边政府那里去 就是要他们申请一点补助什么的 她就跟我母亲说了这样一句话 生别的病都可以值得同情 可以值得可怜 生这个病就是活该 就是 我没脸跟别人说 你要说自己去说 你听到的 对 母亲一直在肠下默默流泪 究竟家中闹到怎样的地步呢 在我最严重的时候 我 我 我 基夫 就是 就是联系了我妈妈方面的亲戚 所以带动 跟他们就是做工作 叫我妈妈 不要再救我了 不要在我身上花钱 他叫我妈妈 不要放弃我 基夫 是的 你怎么知道 这些都是我 我妈母亲跟我说 然后后来 我亲戚他们都来看我的时候 我从他们的表情上面 我看 看得出的 他们都觉得好像 我是变成了我母亲的一个负担 我自己也很纠结 我又不想 变成她的负担 又渴望 在这个世界 多活一天 事实上我相信 有很多 对这个病不是那么了解 不了解她传染途径的人 都觉得是魔鬼 是的 很多人看我的眼光都不一样 他们会躲着你吗 会 突然觉得你被孤立了 是的 我很自卑 我一直很消沉 我也一直待在家 不敢出去 觉得 生活已经没有了重心 也没有了目标 毫无意义 只有家是安全的 是 只有我的房间 我的床 为了让小松振作精神 有一位病友 写师对她进行鼓励 主持人海燕 也现场朗诵了 其中的改善片段 因为人活着不在于时间的长短 而在于生命中实现的价值 面对所有的困难 要提醒自己不停过去的 如果面对痛苦与困难 自己都泄气了 别人更会挥手一去 如果自己都不爱惜自己 别人更不会爱惜你 所以坚持一起来吧 勇敢去面对未来的一切 因为未来是未知的 但是充满了希望和幻想 如果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这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变成了泡沫 生命啊 我们会坚强的 我们会自信的 只有你的存在 才能让我们看到希望 你看到希望了吗 谁是你的希望 我的母亲是我的希望 现在母亲是你的全部依靠 是吗 没有母亲 我早就活不下去了 我们有请小宋的妈妈 来 宋妈妈坐这边吧 小宋妈妈 你好 好 我们相信你其实已经哭了很久很久很久 现在已经心里特别憔悴 心里特别难过 难过 只要那这样大了 还没成家 我的责任还没清醒 现在在这个地 我心里好难受 但是 我儿子就医院里面处理了 处理就处理了 他老是要 对他择 有一次 就是八月一号 他又特别离分 给我们 那是我 他说的是我 我不予议 不予议特别离分 八月二号 没怕我 就六地别的时间 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们分 就是我儿子有病 有病 他要让你怎么做 他就可以不离婚 他说九亏之孙者 不要在这个家里 我也是我不得 我不照顾他 所以照顾他 儿子重病缠身 共同生活了二十六年的丈夫 却要离婚 抛弃他们母子俩 究竟丈夫还做出过 怎样的惊人举动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能跟我们拿点巧克力吗 快到碗里来 你才到碗里去 香浓牛奶巧克力 M&M's 妙趣挡不住 就不能找个大点的碗吗 FB比赛 酷热 出游 产生头线 我需要 青阳男士 强有力保护头皮 持久巨蟹 严酷环境下 青阳 持久巨蟹 冠军表现 相遇芒芒果 与浓醇酸奶 合二为一 开启美味 新奇之旅 敬请爱到底 全新可爱多 我的头沙 看我的 集中生智 真够快 可屋子也来得快 新奥妙 去自三倍快 去除多种顽固屋子 带来超快捷径 新奥妙 气质三倍更快 更轻松 本期36度期 将和您一起探讨 我们的生命之根 肾 专家座堂 为您剖析您的肾 如果鸡肝 已经达到了正常的上限 肾上已经坏了一半了 敬请关注4月11日晚20点 36度期 黑斑来得快 去得慢 不用等 去斑要对准根源 欧雷全新升级淡斑小滴管 美白专利成分 快速GD色斑根源 以周中淡化美肌色斑 更早夺回镜霞透白 想让黑斑一处归零 想不到 赢回美白是这么快 欧雷全新升级水感透白系列 欧雷 宝宝的小举动 蕴藏大天赋 喜富 创新清和人体配方 促进关键营养元素的吸收和利用 祝宝宝天赋尽现 节奏 欧雷 精心 发现 漂亮加防晒 只需一步 美宝莲BB霜 八种矿物 八大功效 防晒 水润 不油腻 只需一步 漂亮防晒 一夏天 美宝莲BB霜 我们都是BB控 我这样亲 我爱跑步 哎呦 气啊 我那种亲干嘛 雅叔 加油 请加油 跑步的时候 总会遇到 各种有劲的人 可是 两屋是有饱有开心 我会一直跑下去 我们在上海 爱在上海 我就是我 维他奶 顺华 独特 自然间位 他说总会直送着 不要在了这个家里 我也说不得 我不照顾他 所以照顾他 他是怕儿子这个病 受到感染 还是儿子以后 是个负担养不起 都有吧 都有吧 是 我想问小松妈妈 你 你现在的丈夫 想要让你把儿子送到哪里去 他有提过建议吗 他有送的 他说 他爷爷还有四个 房子就是 老房子 老房子都是 上面还有楼 下面就是 还是泥土住的 他爷爷奶奶都死过了 王家没盖找过 就是我一期王子 到了后不放心 然后你不愿意 也不愿意 就吐着他 继父也是李懿 带着一个女儿 与小松的母亲在婚 这个女儿 比小松小两岁 小松的母亲 从她四岁 扶养到二十岁出嫁 现在妹妹也完全 站在了继父这边 我在家的时候 有一次我也发过癫痫 婚死过去 医生都抢救 继父就跟我妈打电话 她说 问我现在怎么样了 如果不行的话 不要救了 她说 以后你 火葬场的钱 还有骨灰盒的钱 还有办上货的钱 你都要留着 都要死下来 你不能全部花完 到时候 我没钱给你 办这些事 身后是一条龙的这些事 说这个钱是要留下的 不能再 不要一条花光 就是这个意思 我心里没有了 说得出来 没有同性性 没有爱的心里 因为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有个人的房间 我比较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都是把自己的房间 就是锁上的 然后她问我妈 就是要钥匙 她说上海的疾控 要来家里消毒 要来家里大清扫 说你得了这个病 她们都需要消毒 然后我妈也后来也把钥匙给她了 她说后来我家里想 去了一个保兴公司的宝宅 也不得了 小家店啊 什么狼球锤子啊 这种东西 养养东西都拿着 阿姨现在心里特别难受 觉得我跟你二十几年了 我对你那么好 对你的女儿那么好 你现在就说走就走 心里就觉得特别寒心 她跟你提出离婚的态度很坚决吗 我想不想离婚 我特别说 我就是生这个病了 我以后怎么办 她去法院起诉过吗 法院已经到了好几次了 去年八月 季父曾经向法院起诉离婚 后来又撤诉 之后她就搬了一局 不再回家居住 其实小松得病 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 一开始双方的关系 并没有那么强 到底矛盾因何而起呢 我母亲之前就是 身体一直不舒服 就是有 你的毛病还有一点 身体不好 然后就是我几乎没有 做到丈夫的责任 没有去照顾她 没有关心她 所以我母亲觉得很失落 然后我那几天 我又到金山去 剪腹茶拿药 然后我母亲在 我在路上的时候 她打电话给我 她说你在哪里 你快回家吧 她说我没人帮我烧水 没人帮我烧饭 她说我感觉就是肚子不舒服 她就很想就是我回来就是照顾她 穿了一个很要好的一个邻居 我母亲跟她说了这一点 她的意见是就是既然她 你这个男人 她靠不住 你再跟她就是 同房就是感觉好像意义不大 你因为你自己也有身体不舒服 各方面就是妇科上面的毛病 还有别的方面的毛病 所以叫她暂时跟她分房住 自从我母亲开始分房睡之后 我父亲就开始心里就是很恼火 开始就是又私心 我们一再联系对方 但是小宋的继父 不愿意来到电视台现场 编导也前往当事人的居住地 进一步了解情况 终于见到了小宋的妹妹 究竟她的父亲 在小宋得病之后 是怎样表现的呢 我看过的呀 我也买了东西 我也给了钱的 他们那边的意思 说你父亲说他病得很严重 不要救 你父亲当时有没有这样子说过 据我了解没有说过 那这个病治肯定治而治的呀 你不可能让他死吧 对吧 但是你治的同时的话 就是他意思里面 跟他妈妈讲 你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嘛 总归你也有一点年纪了嘛 你不能够什么都是 想着儿子不顾自己吧 他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可能他们误解了 你哥哥这边说 就他生好病了回家 你父亲就一直想把他赶出去 让他搬到外面去住啊 但是 但事实是没有赶呀 如果你说要赶的话 我觉得是他们把我父亲赶出来了呀 因为他现在住在外面 他们两个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啊 小松的继父现在单独居住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见到他本人 究竟继父会不会出现呢 小松与继父之间 还发生过怎样的激烈冲突 明晚记忆收看 因为我的病 继父就要与母亲离婚 下集